这是一个咖啡机单向阀,材质为不锈钢或黄铜,通常为引导水流从单一方向通过,防止逆流。 单向阀内部构造为阀体、弹簧、密封件、阀门元件、指内部可移动的部件,一般采用球或挡板等结构形式。 打开电源,水泵启动,水通过单向阀进水口进入,水流压力迫使球体下压弹簧,阀门打开,液体沿缝隙流出阀体,穿过管道进入各个锅炉内。 当水位探针监测到水位线达标,进水停止。 此时,由于进水处压力低于弹簧压力,弹簧推动球体、封闭管道及关闭阀门,使水流不受管道压力导致逆流。 这,就是咖啡机单向阀。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单向阀内弹簧损坏,会发生什么问题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 我下期视频您 cubρι咖啡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